各位投資朋友 大家晚安 非常感謝 每個禮拜或每天我們這個齊全教室 都會以每一個我們運達投資老師 就一個期貨選擇權這個衍生性商品 跟各位投資朋友做報告 那我李春華的單元 以一個衍生性商品的一個理論 跟各位投資朋友做一個全盤的報告 那我們從一個遠期契約到一個期貨契約到選擇權契約 現在進入第四個所謂的交換契約 叫金融交換 金融交換來講的話是一些大型法人機構 尤其在國際法人常在做的事情 金融交換分成幾個 我們來看一下 金融交換最主要分成第一個 利率交換 貨幣交換 換位交換 權益交換 商品交換 那我們從一個一個跟各位投資朋友做一個仔細的報告 來 金融交換的意義在哪邊 金融交換叫Financial Swap 是指交易雙方依約定條件 所以這是個別兩者的交易雙方 依約定個別決定的 這是就是說我們可以坐下來大家說就對了 在未來一定期間內交換一連串現金流量的契約 為什麼是現金流量 所謂的金融交換並不是真的交換 人家說交換交換 人家說有一個我跟你投資朋友 我說我辛苦我有一個捧告 你辛苦有一個感冒好了 有一個來的好了 你想要吃我的捧告 我想要吃你的來的對不對 人家說交換來講就是我捧告給你 你吃我的捧告我吃你的來的 那金融交換不是這樣 金融交換最重要的是說 你在持有這個商品的期間 我短暫的這個全力跟你做一個調換的動作 我們用契約去訂定 那這個期間裡面這個商品的漲跌 交換以後在這一段特定的時間 這個商品的漲跌就要你去負責了 那兩個的結果來講的話 到最後一個損益當然要做交割了 你覺得好喔 比如說我舉一個例子好了 說我一個感冒 不要說感冒 我有一張台積電 你有一張鋒海 你鋒海是70塊 我台積電現在是100塊 你覺得我台積電比較會貴 我覺得你鋒海比較會貴 不過我沒想要把股票賣掉 我可能有個六萬張 不然我們就來講好了 我們說這半個時間 你的鋒海變我的 我的台積電變你的 經過半年後 阿公 我的台積電 我的台積電現在算你的 我的台積電只100塊 下降到70塊 這是你要知道的 你知道的你的事情喔 對不對 這是你的事情嘛 因為你用我的 你現在我的台積電之後 是你要自己沉浪 不過我有你的鋒海 我從70塊去到80塊的時候 不好意思 你就要10塊給我 重點就在這裡 這是一個交換 那為什麼會有這種金融商品出現呢 就是說在一個長期 你的商品是沒有辦法做一個 這個權益的轉移的過程當中 你看到一個短線的一個風險的時候 你就可以做這個交換來避開這個風險 那一般來講 這個中間人一般都是金融機構 尤其是國外的投資銀行 什麼JP Morgan 大和這些 因為他做這個交易來講 他從中可以收一些很不錯的一個手續費 因為他中間還要做一個保證的動作 因為我才會知道我跟你交換的時候 我才會知道你輸你錢給我賣 所以金融機構 他除了做錯的動作以外 他很重要做一個保證人的動作 如果說甲方乙方 乙方如果沒有旅行契約的話 金融機構就要出來 做這個合約的旅行的動作了 所以做這個交換來講很重要一點 中間這個中介人兼保證人 是非常重要的 來 我們再來看下一個 來 這金融交換的意義 跟各位報告了 我們再來看下一張 來 低利率交換 來 我們第一個先講利率交換 第一個是利率金融交換 來 金融交換 再利率交換 對 來 利率交換 叫做 利率交換叫 Interest Rate Swap 這是利率的英文 這是Swap 指交易雙方約定在未來一定期間裡面 彼此交換一連串 以同一貨幣計價 這是非常重要 同一個貨幣計價 就是說我們如果是代表 就是代表 美金都是美金 我們兩個同樣的都是美金 但是呢 計息方式不同的利息支付的契約 利息不一樣 利息一般來說 我們一般有兩種利率 一個是固定的 固定利率 一個是變動利率 什麼叫固定利率 來 兩種利率模式 固定利率對活動利率的利率交換 一個是活動利率對活動利率的利率交換 我們如果說一個固定和活動的 有人又不滿 這應該大家都滿 一般 我們現在去找房貸 我告訴你都是活動利率 一般你如果去欠銀行的錢 有兩個給你算 一個是固定的 一個是活動的 這樣活動是什麼 固定的很簡單 你看聽到固定這兩次很簡單 就是多少錢 然後你欠100萬人的銀行 現在一年固定利率差不多是1.2%左右 你就固定了一年 不管市場利率怎麼波動 都是1.2% 百分之1.2% 你一年一百萬 可以領12000的利息錢 不過如果是浮動的話 中央銀行 它每個月 它會開會 它的基本利率 它會不會是基本換款利率 換給銀行的利率它會不會變 如果往上調高的話 中央銀行說我調高了 我銀行也要幫你調高 所以說它說利率就會調高 所以一般利率來講 存款利率還會跟著提高 但是呢 貸款利率也是跟著提高 所以說一般來講 現在目前在低利率的時代 很多銀行不可能 接你1.2% 固定利率說200萬 一定都是浮動利率的 所以所謂的浮動利率 就是它會跟著市場利率的行情 做變動的利率 那所謂市場的行情 最主要是以中央銀行 決定的基本換款利率為主 就是純中貼限率 人家說的是中央銀行 帶給銀行的貼限率 以它這個貼限率為主 去做上下調整的動作 所以說固定利率 固定利率還是浮動利率 只是看你的看法 你如果借錢 你看你是借錢還是欠錢 你如果是借錢的人 現在是低利率 你當然希望是拿固定利率 因為現在是低利率 1.2% 2%多而已 所以銀行不可能接你浮動利率 那如果你要去做浮動利率來講 你要去把你的固定利率 把你的借款的浮動利率 變成固定利率來講 你要去找人去講 銀行不可以幫你做 你只有去找別人 所以說在利率交換裡面 有兩種方法 一個就是固定利率 對浮動利率的交換 一個是浮動利率 對浮動利率的交換 那浮動利率 跟浮動利率交換來講 最重要的這兩個就是 在一個基本的貼限率 或者像倫敦叫LIBOR 就是倫敦的銀行間之間的 拆借款利率就是LIBOR 有一個很基本的 每一個國家在借款的過程中 你這用LIBOR做的 你這用代表做的不一樣 你就去做交換就對了 這是浮動對浮動 就是它的基本利率的浮動 貼限率的 概基本的浮動不一樣就對了 來我們來看 有什麼樣子呢 一般企業跟金融機構 可以利用利率交換 發揮各自的 最重要是比較利益 降低融資成本 什麼叫比較利益 來 聽說什麼 這是很重要的名詞 國際貓人 你們小孩在讀國際貓人 比較利益是很重要的 我先說一個簡單的東西 什麼叫比較利益 我有一塊塊 你有一塊塊 我的塊呢 可以種五顆鴻仔 十顆鴻仔 你的地呢 可以種十顆鴻仔 五顆鴻仔 請問投資票 我要種鴻仔種鴻仔 我一定要種十顆鴻仔 我沒有去種五顆鴻仔 你咧 你一定要種十顆鴻仔 你沒有去種五顆鴻仔 同樣的電機的地 我種鴻仔種鴻仔種鴻仔 你種鴻仔種鴻仔種鴻仔 你當然會去種鴻仔 你不會去種鴻仔 你種鴻仔種鴻仔 你種鴻仔種鴻仔 我種鴻仔種鴻仔 我們要換 我五顆鴻仔給你 但是你五顆鴻仔給我 你五顆鴻仔給我 這樣我本來 我的地坑只可以種五顆鴻仔 我種鴻仔 我種鴻仔 我跟你換完 我再換五顆鴻仔回來 你呢 你如果本來可以種 本來可以搶五顆鴻仔 不過你因為你種鴻仔 你另外五顆鴻仔 我五顆鴻仔又跟你換 你等於說我們兩個不是都得意 不然我說我沒有跟你交換的時候 我沒有跟你換的時候 我最有 我也給你種鴻仔 五顆鴻仔 14顆這樣而已 我等於說我鴻仔我接不定 不過我有一個 算我種鴻仔跟你換鴻仔 以後 部份跟你換鴻仔以後 我等於說我們兩個都接到 你兩個都接到 這樣不是說 我們以我們個別的 對我們來說 我們做這個交換 以後的 有一個利益的東西是不是凸顯出來了 所以交換其實最重要的基礎上 就是這個比較利益 如果沒有這個比較利益存在的話 就沒有交換這個事情發生 因為有比較利益存在 所以當然交換這個事情發生 所以說比較利益最重要的就是會降低融資成本 或者改變資產的收益方式 或是改變負債的戶息方式 但一定我做這個事情一定會有好處的 因為我做這個事情之前 我一定要付給銀行 仲介會 保證會 我一定要付給他 我算算的 我做這個交易 如果我的利益沒有高於這個的話 我幹嘛做 對不對 這很實際 所以這是很單純的 其實交換會發生 就是個別來講 就是以利率交換為主 我們個人 個別的企業 跟銀行在借錢的過程當中 我們談的條件都不一樣 但是小孩讓我們的條件 不一定是我們最好的 不過你去比購以外 有一個人可以跟你玩玩的條件 更好的時候 你就要去做這個動作 因為第一來說 你會降低你的融資成本 或者是說你在給負債所有的方式 或負債要給錢的方式 整個交換改變的過程當中 對你來講是有益的 所以叫做比較利益 這是很重要的 那我們先進廣告 廣告馬上回來 多空資訊 都是民視節目 全方位財經網站 請搜尋運通財經衛星電視台 運達投顧 真心照顧 02-2781-0909 2781-0909 誰說有錢人不做期貨 期貨是最佳避險工具 運達投顧 0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運達投顧 真心照顧 0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空天雷點時成金專案 送您開盤十二新法 五大轉折密集 八面向同步觀察 操盤秘訣 加三個月轟動指標 來電速播 02-2365-3255 各位觀眾好 我是郭凱 夜晚是為了展望明天 做好準備 股市環保 匯集了最新的財經新聞 以及股市資訊 讓您睡著安心 迎接明天的投資更放心 爸爸 鵝排氣密窗 專利負了是島塊 學密性能 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歡迎我們到節目現場 來 我們再來講利率交換 我們剛剛跟您講的很解釋 利率交換就是兩個模式 一個弧動利率跟固定利率的交換 第二個是弧動利率跟弧動利率的交換 來 我們再來接下來做一個說明 好 利率交換的特點在哪邊 那是一些特殊的地方 有兩個 交易雙方約定每隔一段期間 每隔一段期間你可以說三個月 可以說六個月或一年 一般來就是以一計為一個單位 各自以約定方式計算的利息交付對方 利息是根據相同的本金計算 七月規定的本金只是用來計算利息 交易雙方並不進行本金交換 來 我舉一個例子好了 你現在說我是一個 固定利率我是2%的 我2%的 對方有一個 旺公會認為 遇到一些溝通利率的 譬如說他是 現在的溝通利率假設是2.3%的 你覺得說說未來 你的想到會有利率的開發 對方的溝通利率 覺得自己未來的利率的立 所以說我們兩人都期待了順順的就到了 所有都期待順順的 所以我們兩個來換 好嗎 我說 我這兩拍我看你換 你浮動的 所以對我們來說就是這年內 他就是100萬可以花你2萬塊 你呢 因為這個利率是浮動的對不對 好 這一年的過程當中 這個利率的浮動過程當中 這2.3的因為他會浮動嘛 所以他的利率來講 也許是一個月一個月算的 一個月現在是2.3 一個月是2.1 一個月是1.9 一個月是1.6 一個月是1.5 因為你一隻變動的 你利率都不一樣 好 你算起來以後 好 假設你看 來 投資朋友 一年過 這100萬 我固定我的2萬塊 如果對方來講的話 他的浮動利率算出來 又可以賺到差不多3萬塊的話 這樣投資朋友 要怎麼交交 很簡單啊 因為我給你換你的浮動利率 你錢賺比較多 我賺2萬 你賺3萬 不過我給你換了 所以你的活動率是我的 我給他賺2萬 你賺3萬 3萬 加2萬不差1萬 對不對 因為我本身賺2萬了 這1萬的當中 你要給我 本來是你賺得變我的 你知道嗎 因為你自己說好 你自己要變固定的 所以這2萬塊是你賺的 我要賺你的活動 因為我剛剛活動 我說這檔來活動率 我剛剛自己賺得比較多 我給你換了 我算了 我多賺1萬塊 你的1萬塊是我的 不是你的 所以說第2個 特點很簡單 來 交易雙方在進行利率交換時 只需交付利息的差額 聽得懂 聽得懂 只交付利息的差額 就像固定利率賺2% 你活動利率賺3萬 加起來後 因為你活動利率是我的 所以3萬 加2萬 1萬 1萬塊你要付 我們一檔一號 交課這1萬塊就好了 中間就是有保證人在做一個交割的動作 這樣 這是利率交換 來 接下來 好 這是一個例子 好不好 來 我用例子來看 利率交換的運作 IBM 大家知道 國際機械公司 IBM 公司與福特公司 於某年1月3日訂定一筆 5年期的利率交換契約 契約本金是1億美金 這當然都很大 不是100萬塊要什麼交 100萬台幣要什麼交換 都都以很大的金額 1億美金 每隔6個月 IBM公司支付福特公司 以活動利率6個月期 LIB 有沒有 倫敦銀行間的交換利率 加1計算 這個活動利率 活動在哪邊 就是這個LIB會活動 這LIB是每天會在變動的 或每個裡面 幾乎是每天都會變動的 這LIB 這個1%是固定的 就是LIB加1% 計算的利率 那福特公司則支付IBM公司 以固定利率6%計算 所以說這個交換的結果 一個IBM這個公司 本來他是活動利率的 他變成說他付給 IBM支付福特 活動利率 等於說我 福特本來是固定利率的 我賠 活動利率 我IBM的我本來是固定利率的 我賠 活動利率 有沒有 固定變活動 有沒有 所以IBM他是 你看 福特公司是支付IBM 所以IBM坦是碳 是嗎 IBM是碳固定利率 福特是碳 活動利率 這樣 兩個就交換了 對不對 來看看結果 來 這是在第二個例子 這是降低融資成本 我變成降低融資成本 來 假設IBM公司 以固定利率及 活動利率借款的成本 這是一項糟糕 分別是4% 跟一年期的LIB IBM 這個 然後福特公司 以固定及 活動利率的成本 分別是7%跟一年期的LIB 加2.5% 假設IBM公司 與福特公司 公司在不同市場 各籌資5年期以美金 每年支付利息一次 好來 來 比較利益就來 投資本就來 比較利益就來 一定有比較利益 大家可以交換 好 你看 IBM公司與福特公司 借款的成本比較 以固定的借款成本來講 IBM就幾% IBM就4% 福特就7% 所以就固定利率來講 福特公司比較多 IBM比較少 所以這兩個差3% 對不對 差3% 好 來 活動利率來講的話 IBM是一年期的LIB 不過福特呢 他也 在他的活動成本 他一年期LIB 他還加1.5% 所以說 就活動利率來講的話 福特 是不是叫IBM借的貴 借1.2% 1.25% 1.25% 比較貴 所以說這兩個利率的差額 是多少 1.25% 所以 潛在的借款成本 相加的空間是 大家都可以分 這1.75% 這個1.75% 大概是可以share的 你知道嗎 這是可以share的 因為你說實在 這1.75% 大家說 我們分分的 分分的 我們兩個同一半 這兩個差額 我們兩個同一半來分 中間靠一個利息錢 所以說這個可以做交換 彼此間都可以交換 來 要怎麼降低成本 以利率交換 降低融資成本 IBM公司 福特公司 IBM這什麼 固定利率 資金的出借人 為什麼 因為我IBM 我固定資金利率 我有比較少嗎 有比較少 所以我把我的固定利率 我就借給你福特 因為我借的比較少 我借給你 福特來講的話 它 活動利率資金的出借人 來 我們看上這圖 很重要 我們剛才說 IBM固定利率有比較少 有比較少 有比較少 有比較少對不對 所以 有比較少的時候 IBM 有比較少 它就借給福特 它借 因為它借 固定的 借給福特 它借給福特 它借給福特 這兩個三個少 大家注意看 這兩個三個少 就是 IBM比較少 IBM比較少 對不對 好 來 所以 胡動利率資金 就是福特 所以你看 結果會變成怎樣 結果就是 兩個可以收 3% 減1.2% 減下來 1.75% 這個1.75% 除了 比如說 給仲介機構 0.2% 0.3%以外 這1.5%作用 假設我給仲介機構 或者是0.25% 那1.75% 減0.25% 差不多 1.5% 我們兩個除以2 大家都加薪0.75%的成本 大家就可以省0.75%的成本了 所以說什麼 其實 以 固定 或者是說 胡動來講的話 很簡單 送的利息比較少 送的利息 送的利息比較少 送的利息 送的利息 你看 這個 這個 在這個案子裡面 IBM 它固定的 它是比較有利息 它是比較有利息 一個4 一個7 但是 就一個 Libro來講的話 胡特是比較有利息 所以胡特是跟它換互動的 一個 就兩個交換的過程 大家就能夠收益 所以要一個比較利益的存在 才有辦法 如果沒有比較 我說我A公司 利比公司 我叫固定的我比較少 我叫股東的我比較少 我叫股東的我比較少 我請問我要跟你們換 我不會把他換去 不可能 對不對 因為我做一種平民的比較少 我為什麼要跟你們換 我跟你們換 都讓你客氣了 一定是一個 我有一個比較好 留一個比較好 你等等等我 這叫做比較利益 如果沒有這個比較利益存在的話 那交換Swap這個東西 絕對就沒有存在的 絕對是不存在的 因為 以經濟學的立場 人都是以自私的想法 以自我利益為中心 去思考事情的 這是經濟學 全世界的經濟學的 第一個基本的 所謂的 你不要用定義 就是一個法則 所以人類 就是經濟學來講 是以自我利益為中心 去考量的 所以才會發揮到 現在的這些 種種的這些經濟活動 不管是股票起貨 我說問你 有什麼股票要上市 他說什麼 股票要上市 最主要是籌資 我有什麼籌資 我要擴產 我股東有什麼好處 有啊 我可以在市場拿錢回來 我去看 我買你的股票有什麼好處 你買股票你才去賺錢 不過你有風險嗎 有啊 你風險可能會撩錢 但是我在創造公司的 公司的過程當中 我也有風險 我有風險什麼 我公司可能會倒 我投資的成本 我可能全部都沒有去 因為我一間公司 我會經營 我會賣東西 我會工廠管理 我會設計 我會研發 這都是錢 我可能會輸掉 所以經濟學來講 很簡單 比較利益 在雙方的交換的過程當中 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們的節目今天 就從交換來講 講到我們就立立交換 下個禮拜 我們就就有這個議題 持續下去 那最後李春華 祝各位投資朋友 不管在旗子的操作 或是在衍生性 金融產品的操作 都能夠 還有最重要的股票操作 都能夠賺大錢 謝謝各位 全選購合格衛生型肉 生熟時 寄具應分開使用 避免交互感染 雞 鴨 鵝肉 及蛋類要完全煮熟 才可使用 家禽弱獸病毒感染 宰殺 去毛 半壽的人 都可能被感染 請勿違法獨載 半壽活性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關心您 運達投顧 真心照顧 02-2781-0909 2781-0909 誰說有錢人不做期貨 期貨是最佳避免工具 運達投顧 02-2781-0909 2781-0909 運達投顧 真心照顧 0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征服了世界 你更該擁有 一座心中的首席 國王的承包 皇后的花園 林口第一 山海豪宅 世界首席 全新完工 妖民建商 26006688 確立方向 選擇點位 解讀關牌密碼 風天磊點石成金專案 送您開盤十二新法 五大轉折秘籍 八面向同步觀察 操牌秘訣 加三個月轟動指標 來見速播 022-365-3255 班賈 朝鎮節 請給班主公 五大轉折秘籍 五大轉折秘籍 五大轉折秘籍